大家好,我是Den 在昨天下午,韩国一位网友在论团爆料了最近很红的男演员Kimo 要求堕胎骗婚的贴文 这个内容也登上了各大网站的热搜异味 爆料文也突破了100多万的观看次数 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我是他的女朋友 如果只是人品垃圾的话 我不会浪费时间爆料这些 我出了离别后遗症 还以婚姻为借口打掉了宝贵的孩子 在走红之后,当方面的要求牺牲 看到Kimo Moon事件以及几个婚前怀孕的事件后 让我有很多感想 但是Kimo Moon事件强迫堕胎未遂 别的IDOL成员为了负起责任发表了结婚 但是我爱的这个男人 每个人都以为是很善良的这个男人 连一丝的良心与罪恶感都没有 我们是从2020年初开始见面的 虽然他用很多借口要求我删除两个人的聊天内容 但是我觉得这些要求太奇怪 所以都保存下来了 平时我们都会避孕 但是有一天他说想X在里面 因为不是危险的日期 也就这么一次 所以就答应了 但是就这么一次 我在去年7月怀了K演员的孩子 我从小就因为子宫很弱 所以医生说这孩子还是生下来比较好 堕胎的话以后可能就不能怀孕了 虽然因为突然的怀孕而紧张 但是只要我爱的那个人给我勇气的话 我是想要生下这个孩子 我对K演员说了 现在打掉这个孩子的话 以后就很难怀孕了 当时我是希望能听到会负责任的这句话 他发给我的垃圾回复 我都保存下来了 那个时候在拍戏的他 每次拍完戏就会来我们家 连续好几天想要说服我 要我堕胎 因为当时是怀孕六七周 所以身体很不舒服 我有告诉他 但是他每一次来就说 现在里面是不是没关系呢 然后就真的里面后对我说 现在你真的像是我的 像是我的家人一样 并且也对我说 如果拿掉孩子以后就不能再怀孕 因为这个理由生下这个孩子的话 有点不像话 而且如果现在生了孩子 我就要给经纪公司赔偿九亿 我没有九亿 还有我以后就不能拍戏了 如果现在生下这个孩子 我会怨恨这个孩子的 你可以随便 但是我无法爱这个孩子 然后他还说 虽然现在不会要孩子 但是本来考虑是在四年后 正确的说是在两年后会跟我结婚 但是之后据我了解 科学书上没有生了孩子 就要赔偿九亿这个条款 之后他说要介绍父母亲给我 明年开始会一起通剧 我确实是动摇了 当时我对他说了 如果以后分手的话 我变成了无法还孕的身体后 看到你谈恋爱 结婚新闻的话 我是无法忍受的 他对我说 不要担心那些 下定决心后 他拜托了他在节目中 也提到过几次的 唯一的朋友演员 让他假装是孩子的爸爸 陪我进了医院 而他在车上等我们 在打掉孩子之后 K演员的态度完全变了 他汇款给我了 手术费等200万 我把医院收据拍照后发给他了 但是他突然非常生气的对我说 为什么要发这些给他 是要让自己感到罪恶感吗 在堕胎之前 说要结婚 同居 一起去海外旅游吧的这个男人 在堕胎之后 却用拍戏压力为借口 一直发脾气 一吵架就说要分手 跟电视里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他常常会骂脏话 然后在他红了之后 他的语气 行动完全不一样了 在采访中 他说他没有女朋友 我只是觉得 这是艺人们为了形象都会这么说 而且他也对我说过 在采访中说谎了 对不起 但是看到他常常跟女艺人们联络 我真的感到很疲累 但是为了他 我还是继续做了他隐藏的女朋友 我有拍下很多照片 聊天内容 但是因为法律问题 先不会附上 他跟电视里的形象真的不一样 会骂平常跟他工作的人 在电视里常常说是最尊敬的前辈 对我却说他不怎么样 也会嘲笑作家导演 还说自己出演的作品非常幼稚 这种恶心的台词 甚至也批评了女演员的外貌 说他们不会演戏已经过气了 然后到了年底 人气更上升的时候 他说滴舍拍到了我们谈恋爱的照片 因为与我的关系 他自己跟所属公司现在都很为难 然后在他的手机里删掉了我的照片 把我的名字也换成了男人的名字 也要求我删掉聊天记录 也删掉了我电脑里的照片 现在这么一想 在我堕胎之后 他就慢慢的持续的删除了与我的痕迹 之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就变少了 他说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来思考一下 因为大喊而发生争议的时候 我在心里大笑了 因为那是他真正的样子之一 从4月底开始没有联络的他 5月底的凌晨3点突然打电话给我说 你没有录音吧 不会威胁我吧 你是我见面的人当中最善良的人 但是你不要再等我了 我会见新的女生 也会谈恋爱 感觉你一直在等我 所以很倒胃口 我哭着说 怎么能一同电话就能分手呢 那个以结婚为借口 要求堕胎的人对我说 自己可能有很多狗仔队在跟着 如果去见你最后一面被拍到的话 金钱部分人气部分的损失要怎么办呢 就这样我们结束了 如果不这样写下来的话 以后我的人生 在他给我的痛苦中 是无法正常的生活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是真的 本人应该知道 所以会在证据曝光之前对应吧 但是到现在所属公司还没有回应 真的不知道这项是什么了 太具体了 不能当成是造假吧 如果是真的 不是法律问题 根本就是个人品垃圾 这个应该为了打官司 也不能随便公开证据的 如果是造假的话 一定会被提告 为什么会写这些呢 希望是造假 拜托 是为了看对方的反应后再公开吗 不要再问为什么不公开证据了 一看就知道是为了在后面和解 所以不公开的啊 然后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又不是犯罪只是个私生活 希望能自己解决 要有证据啊 叫往后有了孩子 两个人说好后打掉了的话 其他人是不能说什么的 什么无不无情 分手的话都会那么觉得的 连个证据都拿不出来 还不下架文章的这个勇气 是什么呢 不是酒驾也不是吸毒 只是个个人感情纠纷 观众们也要知道吗 而且也没有见彼此的父母亲 也回应说不是 所以我的心都要烧焦了 怎么这么慢呢 目前航母网友们都已经知道 K演员是谁了 只是因为怕会惹上法律问题 所以都没有公开留言而已 而这位演员刚代言 并且已经完成拍摄的广告商 对媒体表示 刚接触到这个消息 只是希望不是真的 对我们来说 干净的形象是生命 如果这个网络贴文是真的 对我们的打击会很大 会暂时观望情况 但是冲击实在是很大 目前为止 被质疑的演员 所属公司 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所以 对于这位网友的爆料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